有人说外滩的故事就是上海的故事 但是对于生活在这个寸土寸金地段的人来说 这儿只意味着一个字 家 人那么多啊 那爷爷奶奶要开心死了 横峰大楼和外滩周围许多其他的老建筑一样 早已由原来的板工大楼被改造成居民住房 乐老先生家是一个祖孙三代 有着十四口人的大家庭 每逢节假日 全家人都要来探望已经九十岁高龄的乐老先生和他的老伴 我有两个女儿 有两个儿子 都是和和摸摸的 所以我觉得我是很幸福 然而 这个只有十四平米的一间房 却很难撑得下这份儿孙满堂的幸福 不过 比起过去 乐家人依然显得十分知足 我们在困难的时候 我们这个房子坐了十一个人 吃喝拉撒都在这里 我从小就在这边长大的 大概到六岁左右吧 然后小时候在这边睡觉的时候 每天晚上都能听到隔壁海关大楼的钟声 乐家人所居住的这庄大楼 实践于1931年 经历了八十多年的岁月变迁 从外观上来看 横峰大楼 依然保留着当初的建筑风貌 然而 一旦进入房子内部 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跟老头子两个人的药 都放在塑料袋里 挂在这个墙上 我们这里家里十四个平方 脚脚落落 都利用上了 像很多老上海人一样 乐家人也有着螺丝壳里做道场的本事 这间房虽然只有十四个平方 但是因为有着三米七的层高 他们硬是把房子隔成了两层 如今 小辈们纷纷搬离了这里 只有小儿子和大女儿 还陪伴在老两口的身边 女儿经常住在娘家 老两口家务活是轻松了 但是一家人在生活起居上 却有些相互影响了 虽然我们是亲兄妹 但是毕竟我们都是成年人 对吧 姐姐在家嘛 洗澡都温室不毛病 这里有个缺点在什么 这个地方小 穿衣服什么 从里面洗澡 从外面脱光这样的进去 那么这么大的人洗澡 家里人一泡在家里 对吧 你洗澡光的生死 怎么家里人再看到了 那这个不方便啊 我们换衣服怎么换的 我们就把那个手伸出来拿衣服 拿好的衣服在里面穿 里面整齐大呀 面毛色 裤子穿好了 还是有点腻大大的 好 我打好了 上去打吧 快点来打吧 我等一下 等一下 然后口腿一下再打 爬上一个近乎垂直的梯子 是小儿子魏华的卧室 而照顾父母的大女儿 则和父母一起 睡在了阁楼下的大桶间 我睡在下面呢 可以就近地照顾他们 弟弟呢 在上面呢 也可以安静地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虽然阁楼相对独立 虽然都是相濡以沫的一家人 但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还是免不了会有一些尴尬 爹爹 我围上了啊 呦 我来我的围上都不要围上了 没地方换衣服还是小事 对于乐家人来说 晚上起夜上厕所 才是让他们最头疼的大问题 虽然是父亲跟弟弟 但是总有个性别的差距吧 我只有把这个太阳光拿进去 不然的话就没有地方了 我也没有办法 我得你吗 来来来吧 来来来 我这点一个帮手之后吧 好啊好啊 这路进门来这个脸子 对啊对啊对啊 他从来干嘛 他从来啊 哎呦 哎呦呦呦呦 有一次他太阳光杀了救鬼 我这一只要 他拿不动了 哦 谁知道 他也不知道 他哪一个当中 我哪一个旁边 他还没有下来 我一拿 他又倒下来了 倒在里面 一塌 一个弹鱼罐 一台电脑 一张床 是小儿子魏华几十年阁楼生活的全部 在这里生活了五十年的他 至今还是单身一人 我不是说人家看不住我 都看得住我 就到最后关键就是这个房子 他也想的 那个时候也给他鼓棒 感觉到他很好 到家里来 一看家里啊 这么宅的房子 睡也睡在这么个楼 谈谈谈他们就催了 这时候我年轻时候写的 很多年前的人吃的事 今天 我们不要太好吧 人总有孤单的时候对吧 我一个人坐在上面 总是能不做这些 我还有机会成个家吗 有一个问题 我一直都不敢想 如果有一天 吃个家就剩下我一个人 我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跟老头子讲呀 我讲 就是你老头子 儿子就这个一生就会了 小儿子的婚事 一直是乐老太太的心病 在他看来 魏华五十多岁还没结婚 老伴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原来乐老先生在退休前做了几十年的厂长 一次一次给别人分房子 但没有人知道他家的居住困难 房子在他手里多多少少 他出去都是经过他的手出去的 他们又考虑到自己 还是多几宫 我是一个人一个人 自己这个长八个人 根本需要解决困难的人 怪是怪他 但是我也爱他 我支持他 他这个人 正宗 所以我讲 我没有嫁错人 直到后来 厂里为乐老先生增配了一套老公房 才让这个家拥挤的居住状况 有所缓解 当初我们家里这么情况 这么困难的情况呢 我们爸单位一点都不知道的 直到有一天我爸生病了 单位里同事来探望他 就是这套得来不义的房子 最终被留给了乐老先生的大儿子 自己兄弟 你想想 如果我不让 就是他最后关系就是很加的 那么你也结不了婚 他也不结婚 有什么意思 都同胞兄弟 在这一点上 我很愧疚我弟弟的 他的苦我心里很明白的 现在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 我们想出点钱 给爸爸妈妈改善改善 最好能够给我小叔子 弄建婚房 姐姐都说对吧 小人阿叔人应该的 弄阿姨也钞票了 我心里还有车 是啊 虽然乐家的房子 只有14个平方 但是他们还是希望 通过这一次的家装改造 在这个罗斯科般大小的地方 打造出一个满足厨房 客厅 浴室 厕所 卧室 所有功能的梦想家 就是想让我的爸爸妈妈和我的弟弟 住得更舒适一点 可以让每个人在吃饭的时候 都有一个自己的位置 有个干干净净的厨房 就是家里有个马桶 那么有个工房 讨个老婆 这样的我就满足了 每个周末 乐阿婆都会像这样 给儿女们打一圈电话 在她心里 只要儿女都在身边 即使房子再小 在拥挤 心里的幸福 也是大大的 满满的 这不是图书馆 这是餐厅 这不是音乐厅 这也是餐厅 这不是办公室 这还是餐厅 这些都是我的作品 我讨厌一成不变 我喜欢天马行空 在我眼里 任何东西都是有价值的 关键在以 你如何去运用 如何变汇为宝 我做室内设计已经十几年 在这过程中呢 项目有大小 造价也有高低 但是我都会同一种态度去面对 我是设计师Garrett 曾建龙 你好 请问这是乐松华先生家吗 是啊 是啊 你好 我是这次负责改造的设计师 我现在想来看看你的屋子 谢谢啊 麻烦你了 这个是我的老公 这是我老公 这是我的大女儿 乐小学您好 乐家人所居住的这个房子 是一个高3.7米 长5.6米 宽仅有2.3米的长方形 那这个呢 是我们家里的一个小玉石 地方很小 不洗澡的时候呢 我们买的菜呢 就都放在这里 那种是最早的 最早一代的淋浴房 但是没有看过 是把淋浴房放菜的 乐家人用来洗澡的地方 是一个近乎全方壁的老式淋浴棚 里里外外加起来 不到一个平方 特别闷 空气呢不流通 爸爸每次洗完澡以后呢 就感觉到不舒服 我们呢就给他吸点氧气 老子是很保守的呀 难怪的家庭 等到一时后 我都闷开 就怕它在里面 这个简易的淋浴棚 虽然基本满足了洗澡的需求 但是里面糟糕的空气 却让乐老先生洗个澡 都麻烦不断 那这里呢是吃饭 我们平时呢是四个人 碰到复年骨节就不行了 十四个人 那很幸福 人家住在沙发 有的住在床上 有的是站在这边 还有的是在外面吃 其实吃饭几点 真的没有关系吧 我们能够和老人多在一起 待一会儿 我们觉得很开心 一张小方桌 要满足十四人通桌吃饭 还真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两个人身体不大好 要来照顾我们 就在这里放一个地铺 搭一个地铺 那地板这个很潮湿的 我们下面铺个纸 上面在麻棉花台 他现在也是已经六十岁了 我的腰也不行 但是没办法 对对对 为了照顾父母 女儿只能睡地铺 但是毕竟岁月不饶人 天天打地铺 总归不是长久之计 我们女儿子孝顺啊 这个地方最好最好的 这个一块地方 让给你们睡 放一个床给我们两个人睡 乐老太和乐老先生 睡觉的地方 紧挨着家里唯一的大窗户 可是由于房子太窄 床紧挨着墙 中间的这个过道 只能供一个人侧身通行 我老头子晚上起来呢 就要这么爬过来爬过来爬过来 再爬在这里 再出来 所以人是要围着这个床 侧着 侧着走 侧着走的 你看啊 我这么一个老太婆了 你看 大概中两米多吧 包括这个阁楼 阁楼的高度也是 对 比较矮的 我孙子来投地下去 不能生的 那你孙子很高 我的孙子要一米九了 所以他站不直的 投这个样子的头 由于整个房子的高度 只有三米七 虽然被隔成了两层 但是不管是楼上还是楼下 高度都极为勉强 这呢就是我们家的个楼 OK 走起来呢要当心一点 这个扶梯要抖的 放杂物 儿子睡的 你儿子住在上面 对对对 好 那我试试看 我往上爬一下 好 牛啊 我接一脚 这不是人的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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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家的这个楼梯 就是一把简易的木梯子 不仅陡峭 而且还无法固定 虽然已经爬了大半辈子 但是年事已高的乐老先生和乐老太 如今只能忘梯星探了 这个扶梯非常的不安全 其实我爷爷前两天刚刚摔了一下 因为它是水质的 它基本上的水质度 大概是在90度的水质线 这个陡峭的楼梯 成了如今最让乐家人 胆战心惊的东西 你现在楼上这边是两个气窗 对啊 这个气窗呢 我平时办的不大开的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下面都是厨房 都是油烟的 嗯 开来油烟都上了 一个窗户都是 由于过道上的厨房油屋重 阁楼上虽然有两扇气窗 却长时间紧闭 无法使用 好来 当一当一 当一上面头碰到 头碰到头 我这里住了几十年 不是几百次碰到了 好 当一当一当一 这个现实是 是比较矮 你看我 平时就 平时就这么一块地方 几十年没什么爱好 就都是住在这里 住在这里玩玩电脑 就这样 整天就是一天 吃喝拉撒都在这里 就是在这么一块 这个世界 没地方 小儿子住的这个阁楼 是整个房子采光 通风最差的一块地方 那您现在就说住在这个地方 是你自己一个人住 还是跟你的太太一起住 不好意思 我到现在还没成交 你看我家里这个住房条件 自己住了也困难 也不说是人家 人家不愿意 对吧 这个像鸟笼般的阁楼 还真没多少人能受得了 由于是办公大楼改建的房子 家里没有单独的卫生设施 一个楼面 十七户人家 只能共用一个厕所 谭鱼罐 公共卫生间 虽然勉强解决了上厕所的问题 但是拿着谭鱼罐上上下下 进进出出 实在是太过麻烦 那阿姨 这边就是你们家的那个厨房了 对 这里都烧饭烧菜 我们这里 十七户人家都是在 对啊 除了煮饭 然后还有那个蓝蓄灶 对对对 然后呢 所有的油烟都是 一直在这里面形犯 恐惧正式 那对 家家户户 几乎都在公共过道上 按上了水斗 切菜台 和煤气灶 安全隐犯最大的问题就是 所有的这些电热水器啊 全部把热量排在过道 然后过道又长袭的这种 煮饭油烟的这种沉淀 说不定哪一天 一不小心着火了 那个麻烦就非常大 这一个个在方寸间 自行搭建起来的厨房 虽然便利了生活 却也危险重重 那么 面对这一大堆的难题 设计师究竟该如何改造呢 搬家当天 乐家的四个兄弟姐妹 全都凑到了一块 哎呀老娘 这个是什么呀 哎呦 这个是什么呀 哎呦 这个是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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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老公 随着屋里的东西 一件件被清空 乐家人即将暂时告别这个 他们住了大半辈子的地方 做了有54年了 一下子啊 叫我们离开啊 这有点舍不得 装修工程正式启动 设计师让施工队将屋内的所有橱柜的门板拆卸后 统一做了保留 这些老物件呢 其实伴随他们的生活已经很长时间了 好那我希望未来在我们重新再现这个空间的生活方式的时候 让业主可以找到他过去的生活的一些印记 但是不是过去的 而是以前新的面貌呈现 另外根据设计师的要求 施工队对阁楼进行了整体拆除 把整个空间打开 重新进行规划 当我来到这个空间的时候 我发现说这个空间最大的一个矛盾就是 原来楼上的阁楼是完全是满的 只有这小条是中空的 当人生活在这个狭小的这种又矮硕的空间里面 当光线无法满足的时候 人是长时间会有压抑感 那我们想通过伸缩 伸缩把整个光线引进到我们的路户门的一个全区 小小的十四个平方 被重新规划好 分成了上下两层 三米七并不是纯高 三米七上面还有下来三十五公分的梁 这个梁又不是说我们传统的梁 这个梁是过去德式的建筑 它是每合一米二就一根梁 那个梁是支撑上一层人的负载梁 当你只是为了满足你个人的这种需求的时候 你把它处理掉的时候 你可能是在某一个世界是满足你 但是某一天 当有安全隐患的时候 你是受害者 楼上也是受害者 虽然由于安全的考虑 四根梁都被做了保留 但是设计师还是在仅有的空间内做出了三室一厅两位的布局 而入口处和房间靠窗部位的调空设计 使得整个空间显得更加通透明亮 然而就在准备重新搭建阁楼的时候 意外状况发生了 这一块的墙体无法使用现在的这个干结构承受力 现在只有2米25 你在6公分的墙然后再粉刷 那就要扣掉八九公分 那这个整个空间根本就没有办法用了 你这样你跟老师商量一下 把这堵墙跟我扒了 扒了的话我们看看里面的结构 先了解里面的墙体的结构状态 空袋里边的空袋 那太好了可以借出点空间 那么重新弃墙做加固后 房子的宽度是否真的不会被影响呢 现在这个尺度跟原来的异响的差距不会很大 跟异齐的差不多 然而一个问题刚解决 另一个问题又冒了出来 上面怎么拔掉了 这线条不是交代你们留了吗 谁叫你们拔的 我们本来意思就是都成新的 新的有什么用呢 我要的就是这种过去的老上海的这种东西 不是所有的东西新的就是好的 你们跟我恢复吧 看看那个拔的线条在哪里 拔的都是人类碎碎的 原有的线条跟我找模型 然后去跟我定做回来重新加上去 不是你们要问你们做之前要问我们一下 小类你们怎么会做事的 你们当时来现场没有跟师傅他们对接清楚了 我现在一开始就说这些线条我要保留的保留的保留到今天保留在哪里的 什么都没有了 知道吧 知道吧 自外这个房子本身面朝北 北面只有一扇窗 里侧临近过道的窗户更是由于油屋众而形同虚设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它那边的窗户是可以倾斜打开的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厨房的那个灶台柜上我们也做了一个窗户 就让它两个空间对流 然而过道的位置是公共厨房 一个楼面17户人家烹调煮茶全都集中在这儿 即使室内的部分完成了改造 油烟污染和安全隐患还是无法避免 煤气热水器的排烟是很那个它的热风量是很大的 油是最容易着火 一旦真的一不小心着火整个空间再会瞬间全部烧掉 为此设计师决定改造整个公共过道 既然改造这个公共通道 那我首先的任务要说服这十几家祝福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你好 师傅你好 我跟你商量一下 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 想把你们整个公共通道做一个整体设计 因为现在这里面热水器油腻都在一起 一旦着火就很麻烦了 我们整个通道可能从路口到你们这边全部要重兵改 然后每家以后都有独立的定制的那种完整的柜 如果我们这个空间的设计需要你们出一部分钱 多少 问题是多少 大概出个四到五千块钱 我估计这个价位好像高了一点 越少越好 就是这个概念 这是 设设计师的改造方案 因为价格的问题遭到了所有住户的一致反对 改造还能进行下去吗 资金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17户人家迎来了公共过道的整体搬迁 小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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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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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来 来 这个叫 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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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东西全部回理理干净了 那么 这一次的过道整体改造 究竟会呈现出怎样的效果呢 施工队首先在楼道里架起了两排管道 这两条管道 一个是热水系的散热系统 一个是油烟机的排油烟系统 分别解决油污和安全隐患的问题 在整个过道的设计中 设计师采用了很多老上海风情的元素 你改造了 你打破了他们过去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 你要让他们再找回来 相信生活在七八十年代的人 对这种花砖是很有印记的 而对于过道墙面的油漆部分 设计师引入了一种全新的刷新服务 为了防止建筑的屋顶的脱落 一种无神的打磨设备 这个设备呢 它是专门做打磨法拉利那种汽车专用工具 提高我们的施工的一个品质效果 随着过道的改造出路端倪 邻居的心态逐渐发生了变化 他们的一个集体决定 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所有人家对吧 这日要有那四个抹钞票 马个底油漆击 整个都稍微容易 阿拉伯克通知我 我一开始我还是有点鼓励 我把不来抹 那弄了卖好 过去以来抵抗 没醒醒 那个装修好 记得得外出来 弄了现在抹了 那弄了嘎好 随着一边 有那疯疯要求 马头巴油漆击 对吧 装修了 我装修了嘎好 我装修了 原来嘛 头巴油漆击 顾虑了 那脱头肯定要 直接抢了又嘛 对吧 他打开了 白贵经过 阿拉贴系弄小书上 弄书系无词 一不笼词 与此同时 室内的施工 也进行了一大半 整个空间 我基本上是以黑白对比为主 但是同时我用米色 来作为整个空间的主色基调 同时呢 我用了这种冷色调 带湖蓝的这种味道 当时我第一 第一时间进入这个老屋子的时候 我想打造一个过去老上海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找了这种 更能代表过去的那种色系来表达我们对过去的一些回忆 幸好我们的供货商提供了游戏个性调色服务 对于一层卫生间的墙体 设设计师采用了通电物化玻璃 这个透明的玻璃 这个透明的玻璃当我们进入的空间 它整个空间是穿透性的 当我们使用者在里面呢 我们里面有个开关 一关以后这个就变成了磨砂玻璃 看不到 等于说你外面看不到里面 但是当你出来的时候 关掉它是通透了 对于地面的材质 设计师选用了石木复合地板 朝北的房子它特别潮湿 那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设计了地暖 地热一供热的话 那就会产生变形 所以我们选择了石木复合的这种方式 它可以解决冷暖变形的这个问题 对于乐家人遗留下来的 那些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用处的旧物 设计师又会如何处理呢 这些是我当时叫那个 施工单位遗留下来的那个旧的那些柜门 那我想通过我们再设计再定义它 把它融入做一个全新的一个电视背景墙 那么方凳 楼梯 在设计师的巧手之下 又会如何变身呢 历时50天 所有影装全部完工 大部分问题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可是 关于那个满足14人吃饭的超大型餐桌 设计师和他的团队却迟迟找不到头绪 能不能放你张座 放哪张座是告诉你瘦到哪里去了 这肯定有问题的 我想做一个大概三米的 但是呢 在一些特殊情况使用的情况 我想把它压缩到可能几十公分 那我要使用的时候我还延伸到三米 你看看你是否能提供五金件给我 我来帮你在研究研究 有没有卖那个轨道的 三米 就是头尾 就是收回 收回以后就这么大 这个好像没有来 你三米到五十公分绝对做不到吗 做不到 做不到 我去市场找了 成品的配件根本找不到 如果你有你的设计想法 能画个图给我 那我可以想办法试试看 但是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 我也不知道 奇迹会出现吗 镜面和挑空相结合的设计方式 创造出了更为开阔的空间效果 整个屋子以原木色为主基调 配以最为经典的黑白对比色 让整个空间在确保温馨的同时 又不乏层次感 刻意仿旧的石膏线 以及湖蓝色的部分点缀 让人在不知不觉中 重拾对过去的那份记忆 底层的床铺 被设计成了榻榻米 这大大增加了储物的空间 而紧挨着床铺的 是一排木制的扶手 扶手和小夜灯的贴心设计 保证了老人夜间行走的安全 在二楼的有限空间里 除了独立的卧室和客位的部分 设计师还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步入式衣帽间 而卫生间 马赛克的拼花设计 繁复中带着几分随意 老上海的风情 在这里得到了最精彩的延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装修之后 终于到了回家的日子 今天对于乐家人来说 就像是一个盛大的节日 就像是一个盛大的节日 祭佛店的连排 怎么那么 majinte delivered 甚至数年 做你的 discipul 有没有鸡蛋 顶多剖子 这个不干稀 一个鸡蛋 一个鸡蛋 鸡蛋 黑urst 下鸡蛋 鸡蛋 一kie鸡蛋 鸡蛋 一个鸡蛋 和鸡蛋 对 哦 以前是一个月的 哦 肯肯肯肯 哦 可以吧 哎呦 哇哈哈 来吧 像别人啊 你看别人是不像是要人的那样子 对吧 哎呦我记得不行了 来都好强 要好好去看看呀 要不要弄好强 老大 干啥点 像王公一样啊 哎呦 干啥点 因为色调习的 来边 哎呦乖乖的东西 说呀 哎呦 这啊 这儿咬到里 对啊 确说 你也好 gerçek拆了 医生的 出现了 好的 你 deeply 多š 我 Che 看后 Er 也可以 白种 像剑 小的 美丽 真是 真是 风 风 风 詞曲 李宗盛 它會是把傷了 噢 把癢了 把癢了 哎呦 這樣弄得沒感覺你丟丟 噢呦 打得好嗎 開起來 等你把那一段了 那一段了 那一段了 一個人說馬本尾 馬本尾 馬車咖一個人 把那個單位給我好嗎 那一段了 就像馬本尾 整個一百多年了 說法 說法 有的說法 娘 我洗手太小了 我想要摔一個 這個要摔一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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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要摔一摔 原來摔一摔 那摔一摔 這個要摔一摔 但是這咖啡 那那麼摔一摔 這個要摔一摔 我們比較超級在摔二摩 大胸背 memorable 特 toast ghost 勝意吧 勝意啊 好ности哦 那個眼花好了 眼花很清爽 陽花太兹 你看這個 欢迎 protein 葦500 在途下 最高的 5位 不想用 你放在一場,你放在一場嗎? 我放在這裡,你放在這裡 你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我放在這裡 我又不明白 我放在這裡 我會把它拿到這裡 誒,這裡... 大概是5分吧,應該是5分的 我怎麼會這麼多的 這怎麼會這樣? 什麼? 七分 這幾分 很好 這次改造滿意嗎? 非常满意 十分满意 万分满意 但是我有个问题问你 你这个我住在上面 这个是我住的地方对吧 是 那这个楼梯呢 楼梯啊 楼梯还没有嘛 我来帮你演示一下 哎呦 哈哈哈哈 哎呦 谢谢 谢谢 哎呦 对 难得 因为我们设计了一道很大的前观 哎呦 上面不得了啊 哎呦 哎呦 哦 吃过来了 咋的咋 你可以上上去看看 好 我去拿了 这上读酒鬼了 跟你的土焦过来 老虎死了 两个斤还好空 空气也好 塞 塞 塞 小米兰还好空 空两个斤都有的 你这个网织都好了 你这个行李好聊 好几个好聊 要赔了这个行李 咱们告诉你 而原有的横梁 被安排在了座 躺 储物等无需站立执行的区域 因为以前你的电脑桌位置 是在两顶下 对 那我现在把它错开 这个呢 是我帮你设计的一个电脑桌 很方便 把你收回去 对 这个你还认得出来吗 这个我又认不出来 这个就是你们家里面 那个老的那个凳子 那我是通过改造 喷完气以后呢 我在上面又手绘了图案 这边呢 这边呢 是我给你增加的一个洗手间 这么小的地方 要照两个卫生间啊 因为我在楼上是这样子 因为我是想 未来这个楼上呢 卧室跟 就像书房 衣帽间 洗手间 我希望它是一个套间一样的 独立性 所以你不需要 不需要到下面去 对对对对对 解除了很大空气 除了洗澡你下去 这一块呢 你不知道 认不认出来这一块 这一块是 原来用你们 过去的那个老楼梯 哦 是楼梯啊 我把它改造成毛巾架 哎呦哎呦哎呦 这个就是 哎呦哎呦 你女儿睡的是吧 哎呦哎呦 你女儿睡的是吧 你女儿睡的是吧 你女儿睡的时候睡在这个砂花上啊 现在是很窄是吧 哎哎哎怎么就让它变大 这个很好很好 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可以隔离 这个洗澡也好似乎 为什么洗澡不透明了 在原来不是一样的 当我们在洗澡的时候 我们是有一个开关在里面的 就是说当我们人进去以后 比如说我们人进在这里面 现在看到我是看得到是吧 那我可能会用一个设备 我会把它看不去了 我还有问题问你 我们家里四个人坐 还可以啊 但是我们家里有14个人 吃一个糖原饭 怎么做啊 你家里面都是机关 那现在我让这个桌子 让它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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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公分的桌子 瞬间被夹出了60公分 达到了1米1的长度 然而神奇才刚刚开始 一个三米的超级餐桌 变身成功 14个人终于可以同坐一张桌子吃饭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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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叔叔 叔叔 叔叔 吃饭 你家里面有点有点 太大了 别说不然 你身体起床 不然咱ся 我吃饭了 很普人 你个人也好 我吃饭了 我们都吃饭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这一份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的爱情 让乐老先生和老伴 携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 风风雨雨 其实不仅是爱情 在乐家人看来 父母孩子间的骨肉亲情 兄弟姐妹间的同胞之意 也同样弥足珍贵 男人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